接著就帶您到泰國一次玩透透 首先來到泰國北部的青脈 這裡不僅是永遠的巨星鄧麗君生前最愛的地方 也是歐美人士心目中的養老天堂 一定要來金麥騎大象哦 太辣了啦 你還叫好吃 金麥是泰國第二大城 位在泰國北方地處海拔300公尺的山谷 被茂密的森林圍繞 金麥也是泰國史上第一個獨立國家 南納太王朝的首都 今日原保有許多文化遺產 又有北方玫瑰之稱 台灣遊客來到這兒要怎麼樣最有效率 逛完必殺景點 現在通通交給你哦 各位大家好 我現在在位置呢是泰國的青脈 泰國的青脈在泰國的北部哦 有7分大圈的地圈 它的面積有多大呢 有3分之2個台灣這麼大哦 所以你要靠雙腳走完這個古城 包著你歸類 所以要逛這座古城最好的交通工具呢 就是搭乘泰國特有的嘟嘟車 誒 陳大哥你怎麼在這 你好你好 同事導遊工作超過7年的陳大哥說 泰文嘟嘟就是嘟嘟車的椅子 變動的人力三輪車 因為沒有跳標 所以搭乘錢 才有和司機把價錢調好 印鑽的泰文呢叫做 套來 套來就是多少錢 來問問看 1萬元 1萬元 人來了 1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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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萬元 1萬元 說了 800塊 每年10月到2月是清迈的凉气 平静气温是摄氏21度 搭乘都都车游古城是最凉爽的方式 从七边古城三王同向一路往西开 中途可以看到当年只有皇室才能走的古城门 结束一小时的都都车之旅 接近中午时分 陈大哥和我说 来到清迈有样不吃不渴的小吃 一天可以卖出两千万哦 逛了一圈古城 坐了嘟嘟车坐这么久 小诚哥肚子饿了 要吃什么好 来我们清迈的话 一定要吃我们清迈一个小吃 叫叫靠衰 啊等一下 你再说一次 靠衰 靠衰 哎呦小诚哥有口出会员啊 我们在录电视节目呢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是我们当地开北最有名的 靠衰来了 靠衰 啊这就是传说中的靠衰 虽然他的名字呢在台湾话里听起来很怪异 但是呢 对不对 听说他这家开了三十几年了哦 对对对 好 吃吃看 嗯 嗯 嗯 我给你讲这告退真的很赞 怎么赞 这个是脆的 这个是软的 对对对 口感好多层次哦 很丰富 再加上如果你喜欢吃咖喱的话 他的味道比我们台湾吃的咖喱还要浓耶 在我们采访的当天还巧遇泰国当地明星 可见这碗靠衰的魅力有多大 靠衰有个会令台湾人听起来感觉怪怪的名字 不过他的口感确实有许多层次 汤头更是浓郁香醇 不过这里还有另一样超受欢迎的烹火小吃 太是米线 除了猪血和小番茄外 里头还放了意想不到的食材 这个好怪哦 对木棉花 木棉花可以吃哦 它可以吃 诶我第一次听到 真的吗 好脆哦 有点像我们那个炸那个红葱头一样 我觉得它这一大块 没有味道 而且好辣哦 哇 太辣了啦 诶你还叫我吃 诶大家知道青麦什么最多吗 当然就是寺庙最多了 总共有上千座的寺庙 如果你没办法一次逛完没有关系 先来双农寺就对了 因为呢它清建于1383年 然后呢它是青麦海拔最高的寺庙 而且如果你属羊的话 或你家里人有属羊的话 绝对要来拜哦 陈大哥啊 为什么说双农寺是这个 校羊的人必来拜的呢 因为这个是早期我们古兰那 定下来的 就把台北定成12座 12生肖堂 哦 所以说属羊的人一辈子 一定要来拜一次哦 对对 再给自己千福千寿 一定要去拜吧 走走走走走 诶 等等 天啊 我没有看错 好高哦 这有多少阶梯啊 对从这边开始算的话 185个阶梯 185个阶梯 所以要上天堂之前 要先通过地域班的阶梯四面 它有这个水龙 龙头是在人间 龙尾是在天堂 哦两条龙 这叫双龙 走了走了走了 为了福气 对不对 还是得爬 为了祈福 哪怕是185阶 就算是1850阶 还是得乖乖爬 哇 最后五阶了 五 四 三 二 一 到了 好累 好累 近于1383年的双龙寺 距离市区15公里 海拔3520公尺 是全泰国最高的寺庙 可俯瞰整个青麦市 整个青麦都在我的眼底 突然发现我跟天光好近 据说14世纪时 开北人将释迦摩尼的舍粒子 放在白象背上 任由白象寻找工工的位置 最后白象绕了三圈 动也不动地停留在肚铁山上 这便是近似的由来 不过双龙寺最值钱的宝物 可是得花30株买张门票 或许进去还看得到 我再去看双龙寺最重要的笔记 哇好赞哦 这怎么啊 我眼睛睁不开 其实现在你前面看到的是 双龙寺最重要的色力塔 色力塔 它是纯金打造的吗 对 它上面滑盖部分的话是纯金 26公斤的纯金 那现在如果以100公克来算台币大概13万吗 对 36公斤就相当于 台币200万 超过4000万台币耶 哇 这是全新卖最贵的佛事了吧 可以这样讲 如果看到阶梯就腿软的游客也别担心 四方贴心准备缆车式电梯 每人花20株就能够轻松上山参拜 为新卖室内古籍巡礼翻月游 画下完美句点 就在新卖北方大约一个小时车程就有一个魅登大象学校 在这里可以欣赏到超聪明大象的精彩才艺秀 而且我们还可以品尝台北贵妇们现在最爱吃的蜜糖吐司 泰国的分量很大 而且价格只要台北的一半 尴尬 我手串了 哎呦 还偷个秀给你看 各位大家好 我現在的位子呢 你好 那么 妹登呢 lags 是在距离青 maxima 北部 大约一个小时的川 context 这就是我在京卖 你看這裡的大象好起來訓練有次 而且他們還會畫畫 還會踢足球 一定要來這邊看 當院一張起 象律們有的用鼻子搖起肚拉圈 有的像刻了搖頭彎似的 將鼻子捲緊猛力甩頭 看起來像在跳舞一般 當訓練員拿出口徑 大象立刻頂在鼻頭上 賣力的吹呀吹 哇 正正球門得分 這群可愛的大象們不只能舞 也能聞哦 看他們輕巧地捲起畫筆 不惜不許地輕鬆畫出兩幅畫 讓來自澳洲的遊客 興奮地馬上掏出800元買下 我叫Mustalia 今天我們買了這個拳架 由Suda Suda 你覺得這個拳架嗎 我認為是你 哇 她真的很驚訝 Pai的日本書 你覺得看起來 我第一次看過 但我沒有拍過 我沒想到 很驚訝 那部分最多印象 我來看著 我看著 我看著 書籃也 我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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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你不想 看著 我看著 看著 你不想 不要以為它是普通的紙喔 它其實是用大象糞便做出來的紙 那這些紙呢 可以在大象展現畫畫的時候呢 拿來當他們的畫質喔 所以非常的環保喔 陳大哥啊 你不是說泰國沒有地震嗎 怎麼現在感覺到天窑地洞的感覺 泰國沒有地震啊 嗯 看一下你啊 哇 我會再上耶 當大象走在崎嶇不平的山路 搖晃的程度 猶如在大浪中行走的小船 不停的前後搖動 剛開始或許會不習慣 做了三分鐘後 你會忘了搖晃 開始欣賞起 內燈的自然明鏡 我覺得呢 在新賣騎大象真的感覺非常好 因為走在山林自然之間喔 像我小時候我去過華派亞騎過 它只是在一個廣場而已繞圈 那在這邊有山有水 所以說來欣賣一定要吃大象對不對 對 騎乘大象的行程約半個小時 坐在大象前額上的丈夫 會以小鐮刀指引大象前進的方向 一會兒上山 一會兒走進河裡玩水 還真是有趣 不過每到假日遊客一多 大象們走累了 力氣用光了 會和車子沒油一樣 停在路邊不動喔 人家說喔 車子呢 沒有油要加油 大象也要加油 大象的油是什麼 就是這個 Banana 還有 甘蔗 多少錢 20塊錢 3.5 OK 一串20啊 兩串嘛對不對 這一次也有一串 我這邊也有一串嘛 炒油剛剛跟我說 你們如果不加油 他不會走對不對 這要餵他們吃東西 來吧 走 說到大象的食量 你知道他一天可以吃掉多少食物嗎 答案是 一味成人半年的份量 比方說 2000公斤的成像 一天會吃掉他體重的10% 也就是200公斤的食物喔 一定要來新賣騎大象喔 喜歡的大象 相夫們指引我們到妹登河邊 體驗出發漂流 這可是全泰國 這麼多大象學校裡面 唯一提供漂流服務的學校 船夫哼唱著太北民謠 船駛入蜿蜿在山谷的小河中 坐在船上欣賞周邊景色 梁峰青春臉上 讓人將沉潮泡到腦後 不知不覺也和船夫一同哼唱起 當地樂曲 和大象告別之後 搭車我們再度回到清賣市區 我們來到清賣最時尚的 彌漫黑明露 這裡和台中東海藝術街的氣氛有點類似 號稱是清賣的設計街 具有巧思的咖啡店和藝廊名利 但您絕對不能錯過的 就是這個 哈囉 這裡不是什麼雕塑公園 而是清賣年輕人 正在最愛的時尚下午茶店 有沒有看到我身後 平日下午耶 哇 滿滿都是人茶 還有還有這裡最特殊的是 有一尊毛主席的雕像 為什麼呢 因為毛啊 在這個泰文的發音來講 就是刀場這一次 老闆是泰國的搞笑藝人 他說開這家店呢 就是所有人都說 我承包啦 就是這樣 走 看裡面有什麼好料 到底這間情緣可貝 賣的是什麼美味 室內外兩百個座位 天天高朋滿座 現在就讓鏡頭告成名 現在在我手上的呢 這一盤就是 台北對付間最愛的下午茶 蜜糖吐司肉 在台北市吃呢 往往一盤呢 大概要價兩三百塊錢 可是在這邊呢 只要一百六十九塊錢 就可以吃得到哦 你看 用手拔一罐 蜜糖吐司 熱熱的吃 好脆脆 拿杯一口 巧克力冰淇淋 哇 冷熱兩種感覺在嘴巴裡 瞬間融化開來 怪不得 在台北要吃要排隊 在這裡也不要排隊哦 白天到內登大象學校 合起來的鄉群們 做近距離的切身互動 下午到清曼藝術街 你們閒明路吃個蜜糖吐司 台幣一千七百元幽兆 就能悠閒度過一整天 早回來之後 我們要帶您去騎單車暢遊